新竹火車站前 這棟精品塵商場 營業時間一個客人都沒有 看準是新竹第一座BOT立體停車場 以及複合式的購物中心 當時一堆攤商進駐 但是現在卻突然被要求撤軌 營運團隊預計在一月底閉館 只剩二十幾天 百貨攤商紛紛指控 明明租月還沒到期 為什麼要逼他們離開 現在的房東他拒收我們的租金 因為其實法律有規定 兩個月如果都沒有繳租金的話 他們就很有合法的理由可以解約 刻意不收租金 想趕走所有攤商 無助的店家也曾經向新竹市府求助 但是卻遭到無事 我們當初也把什麼純正信函 還有什麼的都有寄給業者跟政府了 然後政府的反應就是 冷淡不阻礼也不回應 所以我們也沒有收到任何的回信 精品塵是新竹市政府的BOT案 但經營團隊卻用不正當的手段 包括斷水斷電或者是停止手扶梯的運作 試圖想要逼迫貪商撤離 而新竹市長高航安卻視而不見 對此市府也表示 接貨成情之後有介入了解 新的團隊接手之後也有積極的再協調合約 但是因為之前的經營團隊沒有充分告知 才會導致資訊有落差 而精品成百貨長期虧損 必須重新調整經營方向 但是調整的第一步是強迫合約 未到期的貪商提早撤櫃 廠商再次陳情希望市府出面處理 別讓他們獨自